有鸟在家吗 谁呀 你点的外卖到了 签收一下 我在喂孩子放门口给我 喂完老婆还得喂孩子累死我了 都喂饱了 可以好好吃个外卖了 毛毛虫今天外卖还可以吧 都是新鲜的 这个苹果还是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刚刚拿出来的 还有点冻 没想到他这么喜欢吃 他是不是喜欢吃冰冻的 还用舌头去舔一下 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有点 冰冰的 我还以为他不要呢 没想到他这么喜欢吃 原来毛毛虫喜欢吃冰冻的 毛毛虫吃饱要回去喂小鸟了 他经常喂小鸟 不像老二 老二就很少喂 一般都是公鸟只负责喂母鸟 母鸟在负责喂小鸟 毛毛虫就不一样 他跟血壁一起喂小鸟 他又喂血壁又喂小鸟 很辛苦 飞到外面找吃的了 他们又在吃车前草 每天出来都看到他们吃车前草 车前草利尿排毒 吃一点也好 哎呦这个水那么脏还洗澡 今天天气那么冷他还洗澡 还跳到井里面洗了 打点水给他们洗 过来了洗澡了 这里有干净的水 进去油起来了 今天天气有点冷 但是这个井水是暖的 就洗虫落汤鸡了 这五只小家伙长大了 把他们放进鸟笼子了 今天放了袋口的小米给他们吃 完全戒奶了 毛毛虫看一下 这些都是你的孙子孙女 就回到树上才树叶了 两三天没有看小鸟 来打开看一下 这有点脏了 看这只老大 几天不见 都长这么多蚁毛来了 今天已经是第27天了 从出壳到现在27天了 长了好多蚁毛了 要拿出来手养了 再不拿出来手养 就养不清眼了 鸟妈带大的是不清眼的 它长大了会怕人的 所以像这么大就要拿出来手养了 先放在里面 这老二跟老三 这老二出口也有24天了 这老三好像有23天了 老三还没长蚁毛了 老二也长了好多蚁毛了 都拿出来手养了吧 再大的话养不清眼就麻烦了 来 都下来 看毛毛虫繁殖太辛苦了 都一下子就瘦下来了 雪碧给你孩子喂点吃的 看这是小家伙 跟雪碧长得一模一样 这颜色一模一样 看他给你要吃的了 看他这个身上的颜色 跟雪碧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太像了 小雪碧 这只是小雪碧 给他喂吃的呀 发什么呆 那边天上有一只老鹰 他在看着 警惕性还挺高的嘛 看到天上有一只油笋在上面盘旋 他在看着盯着 警惕性很高 看他俩一直盯着那只油笋 过来 很棒 该回去了 飞了一下午了 拿出来帮你手养了 你没意见吗 应该没意见 把他们放进保温箱里面保暖 来 抓住他翅膀了 不害怕 走到一旁去了 好了 关上了 等他们饿了 带来给他喂吃的